国昌老师的坚持各位看得见 国昌老师就是 一个 我看到他 我就觉得 其实馆长也还好 716 我很感动 从头到尾 最支持馆长跟国昌的人 就是柯文哲 国昌老师要加入民众党的时候 也有问我意见 我也是全力支持 柯文哲来我面前 大家没看过他那个脸 就是一副 很不好意思 很想要跟我讲什么 但是又不好意思讲 就那天他叫我帮他募款那天 他说 馆长真的很谢谢你 可以请你帮我们募款 我跟大家报告 没有10秒钟 没有到10秒钟的时间 我直接说 不要说我帮不帮你募款 我自己先募 我自己先捐 因为 等一下阿伯我们上节目 我先捐 我先捐 大家才会跟着捐 我没有顿爹哦 10秒钟不到 10秒钟不到 当年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来我这边的时候 我很感念他 他当天晚上是不来的 我在跟大家讲 那个直播都留着 2018年 他当天晚上是呼 他是不来 那时候他的市府里面有一半的 不是现在民众党的人哦 那时候还没成立 有一半的人跟他说 不要来上馆长这个没有水准的频道 但是他说 我们做人要守信用 我答应了馆长要去 我一定要去 所以我相信 柯文哲是一个 今天敢跟各位承诺 这些政见 敢跟各位讲 他要做的事情 我相信日后他一定会做